10月17日天气概况 温度下降许多 中国华中的冷风高压向东移动 东北季风顺势将冷空气推进台湾 苗栗以北受冷空气影响则最明显 尤其是在清晨与夜晚时段 气温就更低 气象鼠表示苗栗县西湖乡 清晨创下17.2度的记录 这股东北季风水气非常少 北台湾只有零星降雨 但云林以南受西南气流 所带进的南海水气 云量比较多 其他县市及金门、马祖 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 在中部的山区 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 东半部各县市 有零星局部短暂阵雨 恒春半岛也是局部短暂阵雨 气温方面 各地早晚低温20-24度 北部19-27度 中部20-30度 南部24-30度 东部21-27度 在海南岛西南方的99W 向北西北靠近北部弯 GFS预测有发展成热带低压的机会 甚至可能短暂形成16号台风38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请继续锁定 竹签心看气象 气象看竹签心 所更新的每日天气概况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关关舞台 还不见无信心